预算记账 你已经放学了 吉鲁 你怎么还没回去 我刚刚去教社团申请书啊 霸晚 这学期你打算参加什么社团呢 我 我是很想参加棒球社了 那社团就填棒球社啊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你喜欢打棒球不是吗 是没错啦 但是我觉得爸妈不会让我参加棒球社 怎么说 我爸妈说 他们只会给我固定的零用钱 参加社团的所有额外花费 都要我自己想办法 看来 我只好去参加不用花钱的社团了 真的 参加棒球社需要多少额外花费啊 球棒是公用的 不用钱 但是手套一个就要两千多元 还有帽子和球衣 大概也要一千元吧 这样听你说 四千元应该足够吧 够是够 问题是 爸妈每天只给我两百块 我总不能一个月不吃不喝吧 放弃美食什么的 我做不到了 如果我是你 我应该不到两个月就可以存到四千元咯 怎么可能 开学都两个礼拜了 我一毛钱都还没存到耶 爸妈每天给的两百块 我光是买食物都觉得不太够用呢 你知道自己都把钱花在哪里吗 我今天吃早餐大概花五六十块吧 午餐我忘了 但是今天的钱我已经用光了 还有这个 这个也都是今天的花费吧 对耶 你怎么比我还清楚 吉鲁 你快点告诉我 到底要怎么才能存到四千块啊 我真的好想参加棒球社哦 你看 你连自己花多少钱都讲不出精确数字 只能用大概来描述 难怪你存不到钱 你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缺乏编列预算与记账的动作 这两个习惯很容易养成 而且每天不会花超过十分钟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 可以让你存到想要的钱 我还以为你说的这些都是大人们的事呢 看来我还不够了解 你赶快教教我 这是我的记账本 我们先从编列预算看起 你现在的目标是两个月存四千块 首先在这里列出 嘿 爸玩 快两个月了 你存到四千块了吗 快了 你看 你看 我今天早餐花了四十八元 午餐六十元 晚餐在家里吃 所以今天可以存九十二元 目前 总共存了三千五百五十七元 再五天就可以达到了 太棒了 你现在已经拥有打棒球所需要的清晰脑袋 以后有任何需要 也要记得用这个方法哦 当然 太感谢你了 喵 想知道吉鲁教了我什么方法吗 快跟我一起学习 编练预算与记账吧 放完 我们一起回家吧 我 novels 未经许四十八年 唐达 凌 s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